新鲜很多人都看过西游记和漫威电影吧 那么假如孙悟空到了漫威宇宙中会是啥水平呢 漫威的主宰他是灭霸 那么孙悟空能不能打得过 灭霸呢咱们来做一下对比啊 首先我们从速度来对比一下 孙悟空呢一个金斗云是十万八千里 而地球的直径才一万三千公里 假如灭霸不依赖科技啊 他根本他就追不上孙悟空 这一点灭霸王败 第二点呢从历练上来看 孙悟空的金骨棒重达一万三千六百斤 仙丹一六千八百公斤 也就是六点八吨 从历练上来看又碾压灭霸 再从法术修为上面来讲 孙悟空是不灭金仙 已经跳出了三界外 他不在五行之中 定身分数七十二变和法天见地随便表演砍头 经过这三方面的对比来看 如果孙悟空气了漫威 那就是头号的扛霸子 肯定也会有人说 孙悟空再厉害也抵不过灭霸的无限手套 人家随便扒党弹个响者 孙悟空就得灰飞烟灭 其实是大家都想的太简单了 要知道金角大王 那可是有五件藐视世界级别的法宝 可结果还不是被孙悟空给他忽悠的 结了吗 再说了 看过修计的都知道 就凭猴哥那耍赖滚刀的尿性 灭霸刚伸出手来准备使用无限拳套 猴哥肯定会问 嘿你这是什么法宝 灭霸肯定会回答 猴子也这是无限拳套 可以毁天灭地 那孙悟空接下来肯定又会说 嘿这法宝我也有啊 您这手套是母的 我这手套是公的 您这母的一到我这公的 他就不灵了 这一方话下来 我跟你说别说灭霸了啊 就是整个富良估计都会杠拜下风 所以说呢 如果猴哥气了茫威 什么灭霸 什么利己人 什么雷神鼠尔 那都会是芙蓉 好了各位观众 也可以自己想想啊 孙悟空气了茫威会是什么样 请留言讨论啊 如果喜欢就请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